大家好 我是Wilson 很高興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在疫情期間和疫情之後 我在信仰上和天主的關係 回顧疫情在2020年初 當時是來得很快 當時大家都很擔心自己自身的安全 連一個口罩當時都很難去找到 所以當時和天主的交往 我自己看回 其實當時都是留於很希望 天主可以快點來幫我們 可以來拯救我們 那時候我祈禱 都是求天主快點 可以賜給我們平安 賜給我們健康 在信仰上和靈性上 其實當時不是太多和天主的交往 隨著疫情後來慢慢開始穩定 公開彌撒也有停過也有開始過 後來也看到有很多網上的一些零修課程 很有賴智名神父 幾位執事 後任執事 和很多不同堂區的一些義工 都舉辦了很多活動 當時也有上網去看這些課程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是反而 比起之前 我那個靈修上面 我覺得是多了 因為之前在上彌撒 可能是星期六 或者星期日 回教會 很抱歉 有時都會自己 有時會失魂 有時可能聽到一些事情 但在網上 如果我自己去看的話 每一個字 每一句 每一個意思 都可以再聽 都可以再理解 所以我覺得當時 是慢慢慢慢適應了 這種靈修的生活 我都覺得自己 和天主關係 在疫情期間 其實是沒有少過 反而是增長了 在疫情前的時候 我們都會講主有平安 祝你平安 當時我自己 都有時會覺得 是一些比較 我對我自己來說 可能都有時會形式化一些 但在公開彌撒之後 我記得當時 是去年的六月中旬 第一次公開彌撒 當時我自己 和大家 都是很衷心合實 祝願大家 平安和健康的 在這個過程 我真的感受到 在堂區裏 大家有一份共融 和有一份愛 在彌撒前 有防疫小組 彌撒後 也都有清潔小組 我見很多義工 都很積極 去幫堂區 希望做得盡量清潔 他們不是當這個教堂 是他們每個禮拜 來一個兩小時 或者兩三小時 的一個公眾地方 他們當這是一個家 當這是他第二個自己的家 在這裏 我真的很感受到 是一個叫做 眾家之家的一個感覺 這是給我很大的觸動 也都是覺得 大家在這裏 是一班弟兄姊妹 而不是普通的一班過路人 也都見到 這次我們在疫情後 有很多的關我活動 包括送物資活動 有關社組 每個禮拜都會被派遣 一班義工 由本身我見到比較少數 可能是十個至十幾個 到現在是幾架車 逢禮拜 一起被派遣出去 這個我都覺得 是很大的感覺 因為之前 都是可能送一些口罩 送一些物資 但是見到大家 那些義工 有些是一家大小 有老有努 他們送的 不只是送物資 見到他們 簡直是一個 基督的聖傭 是被派遣出去 見到他們送出去的 是一些關愛 一些是天主 對他們的祝福 我也很相信 受眾 或者有需要的人士 他們不單止 收到我們的物資 也都收到天主的祝福 收到天主對他們的關愛 也都希望 接下來更多的關愛活動 能夠令到更多的外教人 會加入天主教大家庭 那我分享到這裡 多謝各位 祝大家平安 身體健康